坐落在洛杉矶中国城成立超过有148年 甚至曾经入选全美前100家最佳医院的华富协和医院 由于呢无法永续经营了 最近宣布展开两阶段紧缩 并且准备在12月8号全面停业 华富协和医院表示第一阶段紧缩将于11月8日起 停止产前检查、节省医疗以及产后服务 并且裁测掉54位医护人员 其余638位专员也将于12月8日全部解约 主要原因是地主拒绝出售土地给医院 加上医院建筑老旧已不符合加州最新抗证标准 除非投资1亿美元强化 否则无法开业 因此院方最后忍痛决定不再续约 东文新闻为宽用 是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